这个就来到我们这一刻的第二个部分 它就是Scale Scale Scale是什么东西呢 就我们之前的X轴是1234 Y轴是1234 然后它现在的X轴是每两格两格将来拨2680 然后Y轴是480 所以在这一个呢 它的Scale是什么东西呢 它的Scale就是 for那一个X axis呢 它是one unit represent 2unit 然后Y轴是one unit represent 4unit 所以旁边的这一个它是55 所以它的那个X轴是one unit represent5unit for X axis 然后它的X轴是246 然后它就one unit represent2unit ok好 然后在这一边 它这一个让我们继续把它填完的时候呢 三六 减六 减九 减十二 减十五 减十八 减二十一 这种就是小学的题目来了嘛 减二 减四 减六 ok 下面那一个我就不做了 然后这一段呢 它说one unit represent2unit for X axis 之后它这边是二四六八十 然后减二减四减六减八 三六九 然后减三减六减九 这样的一种做法